随着智慧型手机安全性跟便利性大大提高 手机上网安排旅游行程成为一股潮流 由McDonalds荣誉赞助的2017年东森又又小主播选拔赛 这个礼拜继续请到晋级决赛小朋友 到东森每周电视向全美观众报新闻 欢迎收看东森儿童新闻 我是小主播Fiona 使用手机上网及时搜寻各种旅游信息 不论时、衣、住、行现在越来越方便 因此让越来越多民众都能够轻易挑战出国自由行 更棒的是手机上丰富的旅游资讯 就像是一位在地的专业导游 可以快速安排好附近的餐厅与饭店 避免过去旅行时经常找不到地方或费用太贵等问题 也因为真的很方便 让全球手机旅游业务 2017年发展更快速 透过手机获得旅游资讯情况有多普遍 大数据一公布很多人会吓一跳 来自美国专业调查机构统计 2017年全球透过网络预定旅游行程的销售量 总金额高达1900亿美元 其中近760亿美元来自手机 而另一个数据更吓人 2017年全美国有超过1亿人通过智慧型手机 研究旅游资讯与行程 而且总查询量比2016年增加超过一成 简单多说 就是越来越多人直接透过手机规划旅游线路行程 包括飞机出车游人和酒店住宿 懂事新闻 又小主播洛杉矶财团报道